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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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联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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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场 大家手上所拿的这一张讲稿 也就是战佛记可以带回去 反复的温习 有关战佛记的内容 我们简要的就谈到这里 当法障菩萨 在自在王佛前 以这二十首记 一方面探探佛 一方面表露自己的愿心 然后请佛正良 之后呢 接着就把他的这个愿心具体化 也就是经过五节时间的细细思维 然后呢 规划出了四十八愿 四十八条的愿文的内容 那么发了这个四十八愿之后 又经过赵宅永结的时间 积植了菩萨的无量德行之后呢 这个愿行圆满 他就成为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有关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也可以分类 分为三类 也是跟这个战佛记 也是跟这个战佛记的内容一样的 有设法身愿 设净土愿 设众生愿 也就是说 这四十八愿 也就是说 这四十八愿当中 是涵盖着成佛的 也就成为那么阿弥陀本身的这个愿 这个四十八愿 还在看那四十八愿 也就成为一尊佛的愿 就是在四十八院当中的第十二院 第十三院跟第十七院 这三个院当中 第十二就是光明无量院 第十三就是受命无量院 也就是显露 他要成为一位光明无量 受命无量的佛 那么把所有的功德 都成为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的名号 也就是说 把它成为 那么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 跟他的这个功能 都成为一句名号 因此这一句名号 叫做万德佛名 那么这一句名号 主要就是要救度众生的 为了以这一句名号 救度十方众生 必须使十方众生 能够听得到这一句名号 能够了解到阿弥陀佛的愿心 因此必须使十方众生 必须使十方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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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使十方众生 能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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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这一句名号 称赉 希望能够成为 能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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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 这一句名号 叫个离empia 然后把离empia 也算是 人家这句名号 我能够成为 打仗 人家这句名号 她提名 贊美颂养的意思 来称赞他的名号 目的使他的国土的众生 他教化的众生 都能够听到这个万德红名 也就是进入修随进房 因此由于阿弥陀已经成佛了 所以只是霸愿、愿愿也都圆满了 这样的话 无论十方三世 来尊佛出现于世 出现在世间 一定最后要宣说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 救度众生的这一句万德红流 因此我们搜独世界的释迦摩尼佛 他在讲经说法四十点三百余会 最后要灭盘之前 就不得不宣说这个净土三部经的内容 作为他一生最后的总结论 也就是导规 所有的法门 进入净土法门 显示唯有净土法门 才是释迦摩尼佛 每次十万诸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 因此在法灭的时候 所有的经典 法门 都已经消灭了 不存在了 也无所谓佛法生三宝 这个名称以及五戒 十善 乃至三学六度三十七道平 这一些法义也不存在了 可是释迦摩尼佛也要以他的慈悲神通力 将这部无量寿经留在这个世间上 那么留无量寿经就是留什么 就是留阿弥陀的旧度 就是留这句名号 所以在无量寿经留通分 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就说了 说 丹来之事 经道灭尽 我以慈悲哀平 特留此经 主治百岁 其有众生 吻此经者 随意所愿兼可得度 这表示 留无量寿经 就是留这句名号 也可以说 无量寿经在讲什么 在讲阿弥陀的愿心 旧度 在讲这句名号的功德 在讲阿弥陀的愿心 善导大师在 这个 往生礼藏 就有一首记 就说 末法三宝面 处经自百年 而是文仪殿 接得往生礼 也就是说 到了末法之后 面法的时候 三宝的名称 所有的经典都不存在 也没人再讲 也听不到了 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能够 念这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都能够解脱 都能够往生成佛 这就显示 不论是正法时代 相法时代 末法时代 只要能够念这句名号 都能够当生 解脱 生死轮回 都能够一世 圆满 成佛的功德 为什么 成佛的功德 在哪里 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修得来 累积得成的 因为成佛 首先要断除自己的 见佛啦 师佛啦 破除成差佛 之后呢 开始才经过三大二生祭节 这其中不能够退转 一旦退转的话 那就成佛无奇 所以以我们众生来讲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如果是念佛的话呢 那人人都可能 欲如还长 这个就是我们 特别的强调 敬佛我们 就是阿弥陀愿心的救度 目的 就是在这里 使得不论 圣人也好 防护也好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出家众也好 在家众也好 会修行也好 不会修行也好 都能够平等的 全部的 离开轮回 会往生极乐世界 那如果 不把这个 净土中的根源 清楚的 明快的 显露出来的话 那么 就会使得 净土法文 不够清晰 如果又加上做其他的解释的话呢 那么净土法文的教理 就 模糊了 那这样 什么是 纯粹的 净土法文呢 就 各说 各话 所以 我们就是 引用经典 作为 证据 只会事实 不足雄辩 理论不足证据 那么 证据在哪里 证据从无量寿经 政府的 涉净土愿呢 在哪几个愿呢 就是在 第31愿 跟第32愿 这两个愿 其他的 其他的 42个愿 43个愿 其他的愿 都是在讲 涉受众生的 也就是利益众生 救度众生的 愿 就是所谓的 涉 众生愿 涉众生愿 那么有关 这 48愿呢 分类为 这三个愿 涉 法生愿 涉 净土愿 涉 众生愿 不过呢 他 他 不是说 48愿 刚刚讲的 12 13 17 归类为 法生 31 32 归类为 净土 其他归类为 众生 一方面 当然可以这样的归类 一方面 也应该晓得 他是 是彼此融通道 互相 涵盖道 也就是说 48愿当中 每一愿每一愿 都是 涉法生愿 48愿 每一愿每一愿 都是涉净土愿 48愿 每一愿每一愿 都是涉 众生愿 互相包含 这是根据什么呢 也就根据我们 善导大师 的这个 产发 善导大师 在观经四帖书 就说了 说 法上菩萨 在四爻王佛前 也就在四四王佛前 发48愿 一一愿言 若我得佛 十方众生 称我名号 称我名字 愿生我国 下字 实验 若不生 不取证诀 经济成佛 即是仇因之身也 也就是说 四十八愿 每一愿每一愿 都是在于 若不生者 不取证诀 这个佛身 所以每一愿每一愿 都是 涉佛身愿 都是在说明 要成就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一尊佛的愿 这个就是 把四十八愿 归结为 涉法身愿 那同样 在这个 观经四天书 又说 以四十八愿 涉受众生 然后呢 在 伯州站又说 一一是愿 为众生 那这就显明了 四十八愿 每一条愿 都是归结尾 设众生之愿 也就是说 每一条愿 每一条愿 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救度众生 而发达 所以 每一个愿 每一个愿 都是属于 救度众生的愿 这是以四十八愿 归结尾设众生愿 那么 同样的 在 正拿到在 往生里战就说 四十八愿 庄严起 在 观经书 观经四天书 序归例就说 弥陀本国 四十八愿 意思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 就是 四十八个愿 所庄严起来的 那么 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四十八个愿 每一个愿 每一个愿 都是在 建立 极乐世界的 都是成为 极乐世界的 因 由于 有四十八愿的 每一愿 每一愿 才有 现在的 清静中永的 极乐世界 这就显示 设法生愿也好 设进度愿也好 设众生愿也好 它呢 都是 一体的 等于是 互相包含的 设法生愿的本身 也是设进度愿 设众生愿 设进度愿的本身 也是设法生愿 设众生愿 设众生愿的本身 也是设法生愿 设 是 圣堂大师 是 圣堂大师 是这样的 看法 那么这样的看法 反而呢 更合乎 阿弥陀佛的 愿心 以及 佛的境界 也可以说 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都是 都是阿彌陀佛的佛身 都是其樂世界淨土 都是廣就十方眾生的 這個叫做願願三色 每一願都同時的色法身 色淨土色眾生 接下來不論是色法身也好 色淨土也好 其實都是為了色眾生 也就是都是為了救度眾生 除了救度眾生之外 沒有阿彌陀佛 除了我們接受民婆的救度之外 我們向阿彌陀佛無可求 這也就是說阿彌陀佛就是一位救度眾生的佛 就像台灣人大師在網中論著說阿彌陀佛是為物身 阿彌陀佛是十相生 阿彌陀佛是為物身 既是十相生也是為物身 也就是說阿彌陀佛本身 他成為無量光獸的佛 同時也是救度眾生的佛 所以他是一體的 那本來佛有他佛的境界 以佛的境界作為他自己的受用 比如說佛是斷除了環繞跟無量 他是受用著不生不滅的涅槃之樂道 那麼佛的這種受用呢 這個叫做自受用 全部阿彌陀佛的自受用 全部也是要給死亡眾生的他受用 死亡眾生就是他 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 就是要給死亡眾生的 這也就是說 阿彌陀佛因地所發的殊聖的因 以及照宅永絕所修行的殊聖的行 以及願行圓滿之後 所獲得的光獸無量的殊聖的這一個國 同時也是我們死亡眾生的聖因 上傳了個誠聖的實際上 無論生活也還想譬如說 我們三分證與太陽的殊聖成 realise 那是個永遠無論的殊聖的奊聖的教育 讓我們能夠爭取讓我們活動 ieni但是它給亡革聖的精確 而阿彌陀佛的生懸了 會比喺聖的益聖的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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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而阿彌陀佛的革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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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阿彌陀佛的正觉不依靠我们的能够往生,阿彌陀佛也不可能成佛。 当然,我们的往生不是我们修来的,而是阿彌陀佛为我们累积的。 也就是说,阿彌陀佛之所以能够成佛,是依靠他累积了使我们能够往生的功德,成就了这一句万德和苗, 使死亡众生不论圣凡善恶,一旦恋佛怨生,就通通能够往生。 阿彌陀佛的成佛是建立在这样的功德之上的, 否则的话,阿彌陀佛是不可能成佛的。 阿彌陀佛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自巴怨怨怨,不然是设法身怨,设净土怨,目的就是设众生怨, 也就是说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 所以,离开四十八愿,没有阿彌陀佛。 那么,离开救度众生,也没有四十八愿。 所以,离开救度众生,也就没有阿彌陀佛。 所以,阿彌陀佛的存在就是要救度众生的。 那么,从这几点来讲的话,阿彌陀佛跟我们, 我们跟阿彌陀佛,其实是很亲很近的。 亲近到是一体,一体性的。 彼此不分别,彼此永不分开的。 所以,念佛人要晓得,我们跟阿彌陀佛是既亲又近,既近又亲。 在世间上,有这个亲而不近,有近而不亲, 有又亲又近,有又亲又近,有又亲又近。 亲而不近,譬如说,父子有女兄弟,他们有血缘的至亲。 可是,儿女长大了,饶宴纷飞,不能在一起。 这个是亲而不近。 每天上班的同事天天在一起,可是没有血缘是亲,是近而不亲。 那一般外人当然既不亲也不近。 那如果是家人团聚在一起,那是既亲又近。 现在我们跟阿彌陀佛既亲又近。 亲是指什么意思呢? 指心灵上导,心心相应。 心灵上导,感同无碍。 是心灵上导,一体性。 那么近呢,是彼此身体的距离道。 没有距离,如有随想。 所以,我们跟阿彌陀佛这样的亲近。 那既然这样的亲近的话呢, 其实,用亲用近来形容,岂不是又有隔阂咯。 根本上,我们跟阿彌陀佛他是一体不二的,一体不理的。 这个呢,在法言经来讲,就是所谓相己不二,互相融通。 整到这里,我来讲一件往生的故事。 这一件往生的故事,也很令人家赞叹。 在去年,十一月初,也就是两个月左右。 越南,南部,有一位居士,南奏,他姓张,叫做张玉蓉。 他呢,年龄是去年,就六十六岁,属兔的。 他学佛呢,他学佛也不是很久。 他学佛呢,就是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退休之后,感觉人生苦空无常。 他才学佛到。 他是,他就华侨了。 他呢,职业,就是当校长。 当什么校长呢? 当这个华文学校的校长,一直到退休。 还退了不休,还在坚持当老师。 那么,他为什么到台湾来呢? 目的就是为了亲近我们的教团。 为什么亲近我们的教团呢? 他说,在七八年前,他一接触佛法,所接触的就是靖祖法。 感觉跟靖祖法很相应。 不过呢,是一般的净土,不是善导大师法脉这个净土。 那么在不久之前,他遇到了善导大师的法脉,也就是在越南看到了我们的书。 在越南怎么看到我们的书呢? 就是越南有一个团体,他专门在翻译我们的书。 那他是等于是法巧嘛。 所以法文也通,乐文也通。 那看了之后,他整个身心就完全改变了。 才晓得唯有这个法脉,才是纯正的净土法文。 所以他说,他反而越往,往什么呢? 往着东奔西跑,弘扬这个法文。 因为一方面他把我们的文章翻译成越文,然后自己去印。 印一千点,两千点,然后到处授。 他去印。 他到台湾来跟我提起他妈妈往生的瑞相,而且也拿出他妈妈往生时候所拍的几张相片给我看。 那我就跟他说,你把它写下来吧,可以增加人家的信心 那么他已经有记载下来了,我依照他所记载的来认一遍 最后稍微谄判一下,他说,我妈妈名叫做奈金冲,主籍是广东汇阳县的人 诞生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南部,靠近柬埔赛边境的一个小村落,叫做龙平村 他老人家小的时候很贫困,没有受教育 那个时候又是逃难,就是战争,流离失所,没有地方住 二十岁的时候就嫁给我爸爸,我爸爸主籍也是广东地方 也就是说,他的内主妇跟外主妇都从广东移林到越南南部 那么他爸爸也好,妈妈也好,都在越南南部出生的 那么他妈妈总共生了几个孩子呢? 生了一打十二个孩子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生一打半打的还算平常 那么生了十二个孩子,生活就更加的困窘 也亲自地深刻体会到人生是苦 那年轻的时候很明信,对佛法是一概不知 几乎也没有看过他,上过寺庙、佛堂去拜过佛 听过经,练过佛 不过到了他中联以后 有一个华侨的朋友告诉他练佛 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有在练佛 可是平常的时间都是为了这十二个孩子整天忙碌 所以看他练佛并不多 那么到了六年前,也就是二零一零年 他已经退休两年了 也开始对于人生的苦空无常有点体悟 就发心次数学习佛法 那么一开始所接触的都是有关禁主的经典和法语 那么你就在那一点的秋冬之际 他回到了故乡看望他的妈妈 才发现他老人家天天都很早起来练佛 那个时候我便问他老人家说 妈妈,你练佛是做什么的啊? 他妈妈回答说 求你们平安啦 我便问还有别的吗? 他说求你们有钱啦 我便问还有别的吗? 他说这就够啦 他本来就知道他的妈妈是不了解佛法的 不知道恋佛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是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是可以超凡入圣的 因此呢 他就告诉他妈妈说 妈妈妈妈 你恋佛啊 是不用求其他的 因为恋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子孙自自然然就会蒙受佛的保佑 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发愿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他老人家就问了 有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啊? 因此呢 这个赵玉隆居士就把阿弥陀心的内容 显要的跟他妈妈介绍 还强调的说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凡事要吃的 要穿的 要用的 要什么东西 只要心中一想 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哇 他妈妈一听啊 就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人家 可以说是苦了一辈子 才把十二个孩子养育成人 因此呢 他天天就更加的精勤练佛 练得比以往更加精进了 那么第二次 他又回家乡去 目的就是要引导他妈妈归依 一开始 他妈妈不同意 以为归依就是要把婆娃剃光 后来晓得归依的意思之后 才很高兴的归依 那法号叫做妙院 那么他第三次 又回他的家乡 看他的妈妈是另外有一个目的 要劝他妈妈吃素 那回去之后呢 就跟他的弟弟商量 因为是他的弟弟 跟他妈妈住 他弟弟就说不可能啦 妈妈 一脸到头 只有初一 脸头初一 吃一天的素 此外都不吃素的 他呢 他呢 不习惯吃素 即使只是吃一个早餐的素 都耐不住啦 那么张义勇就说 没关系 试一试吧 如果成功当然很好 不成功也就罢了 那一段期间 他妈妈确实是很精进的在练佛 每一天都到大厅 大厅有这个佛像 就在佛像的前面练佛 那么练累了呢 就回到房间去休息 尤其是他的弟弟 跟弟弟的女儿 都会练这个阿弥陀经 给他老人家听 那么他妈妈也就对极乐世界更加了解 同时呢 一笑到阿弥陀的慈悲救度 那么他劝他妈妈吃素 也是很善巧方便的 他就跟他妈妈讲说 妈妈妈妈 你现在这么诚心的练佛 将来肯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就会跟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大厅是菩萨 很多菩萨在一起 不过呢 因为他们都吃素的 那个时候 如果这些菩萨问你说 啊我们都吃素的啊 那你是吃什么的呢 好吗 那个时候你怎么回答啊 那么他老人家一听 就愣了一下说 啊这样啊 那我也要吃素了 所以他要吃素了 放心吃素了 那么起初呢 还担心他吃不习惯 所以就问他说 妈妈妈妈 你喜欢吃什么 我们就煮什么给你吃 他妈妈就回答说 脚豆炒冬菇 好了 就这样呢 就这样呢 这几天 每一餐都吃这个 脚豆炒冬菇 经过了三天之后呢 他为了了解他妈妈 能不能习惯啊 就呢 试探的说 啊妈妈妈妈 这已经吃了三天了啊 能不能习惯呢 如果不能习惯也没关系 就回到吃婚也行 可是他妈妈说 可以习惯没问题 那么经过了七天八天 他呢 为了再试探 所以又问了 妈妈妈妈 你这样习惯吗 可以继续吗 要不要换啊 他妈妈一定换了 不高兴的责备说 我说习惯就习惯 我说可以就可以 为什么还要常常问呢 那么他一听到他妈妈这样的 责备的语气 他心呢 就暗了 就很高兴了 就晓得他妈妈呢 已经习惯了 就连绑跟他妈妈说 啊对不起 对不起 就这样呢 他妈妈就一直吃素到放生 那么自从劝他妈妈 发愿 面生极乐世界 以及归一吃素 一直到他妈妈生病 往生 并没有很长的时间 只不够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八十一岁了 八十一岁了 那时候呢 往生以前 罹患过咒骨神经痛 那咒骨神经痛的病情 也拖了将近一个月 那这个病好转不久 又突然间喂出血 三天后才止血 那个时候呢 就煮稀饭 还有喝点牛奶 那么他吃的也都很少 这样又拖了一个月才往生 那往生前的这个两天 他妈妈突然就跟他们说明天 明天你帮我洗洗澡 换一套新的衣服 过来 就在隔天 隔天 两点钟 下午两点钟左右 本来是他另外一个弟弟 陪在他妈妈的旁边练佛 练了两个小时之后 这个弟弟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呢 没有去注意观察 他妈妈一下就离开了 幸好他的最小的弟弟 伦斑进来殿佛 一看才发现他妈妈 已经往生了 往生的时候呢 是所为右斜而握 右斜而握 就是吉祥握 右手放在这个头边 那么左手呢 靠在这个左腿上 那看起来 相貌非常的安详 这个时候已经往生了 因此呢 因为他们家人 几乎都有信佛学佛 所以家人都能集中 来帮他妈妈助练 一个小时之后 有一个助练团的联友 也来参加助练 因此就分班助练 大概练了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因为他妈妈躺着的墙壁 有挂一尊Nama Amitou的佛像 就从这一张佛像 散发一阵一阵的香味出来 而且香味越来越浓厚 越来越大 也可以说是整个房间内外 都充满了香味 甚至呢 这个香味 也熏到了左邻右上 那他家是住在马路边 这个香味 也充满了整个马路 这个来往经过的人 都能够闻到那个香味 而那个香味呢 跟世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使得这些联友都很惊奇 都很兴奋 说他们助练这么久 从来没有闻过 像这样的香味 看过像这样的鬼妙的乐像 所以很多助练团的联友 都感动得流了眼泪 甚至互相拥抱在一起 非常感动 因此练佛也更加起敬 那么这样练 助练经过了八个小时之后呢 你看他的母亲的相貌 可以说容光焕花 眼睛虽然是闭着 可是嘴唇呢 虽然是红红的 面带迷笑 全身是软绵绵的 他有把相片给我看 我一看 全身很红润 不像是一个去世的人 那么经过了隔天 就是十二月十二日 早上十一点 经过往生已经二十一个小时左右了 就开始又跟他沐浴 还有换衣服 做入恋的事项 那个时候呢 他奶奶帮他妈妈换衣服 闻到他妈妈身上的这个香味 也就是说他妈妈的皮肤也很香 所以就叫这个张玉蓉来试看看 张玉蓉呢 就用手指去摸他妈妈的皮肤 然后在鼻子闻一闻 真的很香 跟昨天的香味是一样的 那每一个人都来试 每一个人都一样门到手上 都有香味 这是很神奇的 那么衣服饭好了 就把他扶起来 成为坐姿 然后照相片 作为祭奠 那么入恋的时候 很多当地的人 都来试观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有闻到香味 所以他们家人 反而就退到外面 里面让其他的人去看个够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的弟弟的一个女儿 十岁 就拿他的爸爸的手机 转到人群里面 帮他奶奶拍个照片出来 那么事后大家看这个照片很奇特 他妈妈呢 从五个地方 两个眼睛鼻子还有嘴巴 他的各自喷出了一道类似白光 那白光当中都各有一颗这个珠子 那么这个因为都有洗照片出来 所以来要照片的人很多 他妈妈的往生 就因为最后这样的醉像 感动了他的子子孙孙都信佛灵佛 而且也感动了他那一个社区的很多人 也来信佛念佛 希望也跟他妈妈一样 将来能够完善极乐 将来能够有这样的瑞像 各位两友 这个瑞像好不好 好 她妈妈是八十一岁的时候 才真正发愿 才听到这个法文 那她妈妈怎么能够一听到就相信呢 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苦 再一个就是淳朴 再一个就是迷信 再一个就是束缠 再一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挑索光明 阿弥陀佛的观明有两种 一种是社群 练佛者就社群 一种是挑索 她还没有成为练佛者 就来挑柔她 使她成熟 就要向阳光照这个水果 目的是让水果能够成熟 再来就是她 她儿子张蜜龙 可说是她的最后善之士 首先痛苦 你说她妈妈一生苦不苦 苦啊 她在乡下 在乡下的地方 在乡下的地方 贫困的地方 那个时代 越南南部乡村的地方 可说 跟我们台湾六七十年前都一样的 台湾的六七十年前也是战争 大家都在赌这个战争 而且物质是很缺乏 那个时候几乎还处在农业时代 那个时候刚战争结束 这个耕种生长的并不多 这个张玉柔的母亲也是一样 尤其是有十二个小孩 你看每一天就有十二张口要吃饭 为了这个说饱不饱 辛苦不辛苦 尤其是逃难 可说战争就是生命危险的千军法的环境 所以他妈妈中年练佛 很勤快的练佛 他什么都不懂 也不晓得练佛真正的利益跟意义 只为了孩子的平安 还有为了孩子的赚钱 可见那个时代是平安第一 赚钱最先 也可以说苦是他妈妈入道的真上缘 因为唯有苦过的人才晓得什么是苦 那如果有一个能够离苦得乐的 那正是求着不得啊 何况只要念念佛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战争 没有坏人 极乐世界最富有 而且要吃要穿要金饮财宝要什么 一想就出现了 何不求生那样的地方呢 所以苦是输到一人 那么一个人如果他一辈子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病 生活也富裕 家庭也美满 夫妻也恩爱 儿女也孝顺 事业也发达 他要学佛 要起信 要求生极乐世界是很难的 这也就是什么呢 病过的人才晓得健康的苦贵 如果能够常见不病不老的话 那正是求着不得到 所以苦是他妈妈一听到这个法门 就相信的第一个因 再来就从苦 那一种地方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往往心地都是比较朴实的 那朴实就是说人家讲什么 然后往往会随便去怀疑 去猜测对方的动机 所以宠朴 同时个性也是纯朴的 比较不会有欺骗 还有诈欺 那样的恋头 所以纯朴的人容易接受宗教的信仰 再来张一宝说他妈妈连行的时候很苦 但也很迷信 是的 因为苦 所以迷信 祈求一个自己看不到的神明 能够让自己生活好过 那也由于迷信总比不信好 因为一个铁齿的人 Tiki的人 你要他信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不容易让他起信 那迷信的人 他本来就有信了 只是他是信不是正信 那把他扭转的话 同样是信 只是那种改变 所以迷信的人 反而能够正信 那如果什么都不信 就不容易了 当然 迷信要避免邪信 所以邪信的话 恐怕也扭转不过来 不过他妈妈应该是属于民间的信仰 所以民间的信仰就鬼神信仰 既然信仰有鬼神的话 就容易能够引导他相信 善恶报应的三心果的六道文会 同时具有神灵 当然就有佛菩萨的词跟救度 这就是迷信 再来就是束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辈子的种种 跟过去世都有关系的 这一辈子能够信佛练佛 那么也是前辈子有那么种下的一颗种子 这就是束善 再来他能够练佛最终满极乐世界 有那么样的香气满事的略像 也有阿弥陀佛的引导在里面 这就是调损光阳 再来站姿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张育龙最后的引导 不一定就能够放生 那为什么张育龙所讲的话 他那么容易的相信呢 因为张育龙在他兄弟当中 可以说知识水问是最高的 而且也是家境比较好的 这样的人所讲的话 都会比较可靠 尤其是张育龙那个时候 已经有在学佛念佛了 这么一讲的话 他妈妈一听就相信了 那当然广生也不一定非得 要有皈依或吃素不可 不过如果有皈依显得跟佛教 就更靠近 有吃素的话 可以说有几种含义 广义的来讲 吃素无形中就是体会佛心 也体会众生心 因此也可以说是水火大悲 也可以说是悲凌众生 为什么呢 佛就是慈悲 不只要救人对人的慈悲 也要救动物 救三二道 所有众生 这个就是佛心 那么我们如果体会佛心的话 我们就不忍于吃佛所疼爱的 所要救度的对象 同时呢 我们吃素不给对方 带来加倦生 与死别的痛苦 身体被割杀 被烹煮的痛苦 这样呢 岂不是对众生 也是悲凌 也是慈悲 同时吃素 自己就不照业 不跟对方结怨 也可以让自己消业账 征服费 不然的话 假设一方面寻服练佛 一方面呢 很想吃肉 那可以说 一方面右手在扫地 左手在扫灰尘 不过一个信佛 念佛的人 不至于 即使没有吃素 而大大肉桶 这是有关 念佛跟吃素方面来讲的 再来瑞相 瑞相嘛 每一个人各有不同 所以呢 不可以执着 也不可以刻意追求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恐怕会有障碍 那要怎么样呢 要所谓自然 自然 只要念佛 其他的呢 就随其自然 只要全程念佛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中风俗地 中风俗地 主世之道 多加背诵思维 这样的话呢 一方面念佛 佛的加持 一方面家当 加上自己 心地慈柔 谦卑柔和 不会自己给自己 恒生这个障碍 这样往往呢 能够预知死自 能够顺利的 安忍的 自在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 如果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宿世以来 这是个音乐 各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样的 是通常能够往生 不一样的 是最后的 显现 视线 各有 不一样 一般的 念佛者 连友 那往生的时候 事先 预思直至 顺利安忍 但 也有大德 他一辈子 专研究 进谱 深入进谱的教法 也以身作者 以登台说法 可是往生的时候 最平平淡淡 看不到 有什么样的 奇迹 或者是 瑞相 那 比如说 他就没有往生 他不如一般的 连友 也不是 这就是显示 各有不可 所以 对于这个 瑞相 我们固然 感动 心怒 可是 可以执着 可以追求吗 是不可以的 凡事 顺其自然 今天就讲到这里 祝愿各位 信佛 念佛 得生极乐 南无阿密 南无阿密 Hod Namo阿密 Tah Hod Namo阿密 Tah Hod 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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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密